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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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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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说 初夏和沈安在一起 不是他的本人 你有什么依据吗 泰迪哥哥 我不相信 对于他们突如其来的婚姻 你一点怀疑都没有 这段时间 我跟他们有一些接触 我觉得 这两个人的结合 掺杂了太多的目的 却唯独没有爱情 我知道 作为一个外人 我没有立场说三道四 可是我把沈哥哥当作亲人 我也很喜欢初夏姐姐 所以 他们两个都能幸福 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可是守着这样的婚姻 能幸福 我们做朋友的 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再说 初夏姐姐对你 不可能没有好感 我听说在学校的时候 你们几乎天天见面 对一个女人来说 你在她心里 不可能没有位置 所以 如果你能再坚持一下 争取一下 说不定这两个迷路的人 就找到方向了 对不起啊 学长 我来晚 这样啊 嫂子 我是顺便路过的 太迪哥哥 我们以前在美国就认识 没事 挺好的 学长 这就是我辣的东西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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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喝点东西 我就不喝了 不打扰了 不是的 嫂子 你误会了 什么 书夏 你这样会让我们两个人很尴尬吗 我和佳莹 正处在互相了解的界随 而且佳莹 特别容易害羞的 还希望朋友们多给我们一些空间 我明白 你放心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 就当我没来过 继续了解 慢慢了解 书夏 天色晚了 外面没有出租车 要不要安排人送来 不用 我来出外面传染车特别亮 就当我没来过 继续了解 慢慢了解 太迪哥哥 初夏已经认为我有了新的目标 你想利用我 把出现从沈万身边带走的想法 可以死心了吗 川普 原来真挺不好打车的啊 打车吗 我的确错过了很多次抓住初夏的机会 我也很后悔 如果初夏哄哄过得不好 受了委屈 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这点审安也很清楚 但是我现在不能断定初夏过得不幸福 因为无论他们两个的婚姻 有多突然 多么难以理解 那都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决定 初夏和审安 他们两个是我生了你非常重要的朋友 我可能会偶尔吓下审安 让他对初夏更紧张 更在乎 但我绝对不会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 而且扰乱他们的生活 那是一种自私 夏洋 你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太迪哥哥 我想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出于一个妹妹的立场 放心吧 今天的事情不会告诉人 但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我说的话 办事刚好听过 这有这么巧吗 没办法 生活远比戏剧要精彩多了 这个李太迪也真实的 大晚上的也不知道送送客人 这得算是不礼貌了吧 人家有特殊原因的好不好 审安 你有没有想过 有时候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其实挺合适的 你什么意思 莫初夏 在家的时候因为当着梦想 你拒绝回答 现在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吧 什么答案 你 是不是喜欢李太迪 反正梦想中考之前 我肯定是搬不走了 你干嘛还这么关心这个问题 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就当我是爱好八卦 那些娱乐明星的小道消息 我如数家珍 你跟我讲讲 满足一下我的八卦之心吗 什么事啊 总裁 董事长明天要见你 我来讲